多少钱老板呢 不要紧了 我请你吃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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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大家好欢迎回来Auto Semetics 我是Oliver 还没订阅我们比较热情 记得订阅别写开旁边的小铃铛 yo 回来 今天呢又来介绍美食了 so 这一个美食呢我跟你讲 我在失误这么久啊 我几乎啦每个礼拜都会来吃的 一定来报到 这一间就叫做永川鱼面 它位于哪里呢 就在Wikiti旁边 就在这个 呃 这一带叫什么 巴士藏啊 我们每次讲巴士藏这一带的 然后在Wikiti的旁边 有一间叫做永川鱼面 这里呢我想要介绍什么美食呢 请跟我来 let's go ok 现在呢我在排队这哈 由于是这个疫情的关系啦 所以呢人会比较少一点 我跟你讲平时啊 没有MCO的时候啊 我跟你讲这个队一直排的很长很长 我之前有一次是排到外面出去 是非常的可怕 一般呢就是这里都是我们自己self service 就是我们自己来这边order 来这边还钱 来这边拿你的食物 总之全部都是自己来就对了 ok 接下去我就会 应该差不多要到我了 然后我order了一些 我特别喜欢的食物 然后等下我再一一做介绍 这样子 ok 现在呢我们已经order好了 我们的食物 so 首先呢我想要介绍的就是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我们一次来一定教的 就是这个首封面 好接下去呢就是有东洋骨银 然后还有这个早菜粉银 还有呢就是小吃 这边的小吃我跟你讲 这个烧麦 这个秀麦我跟你讲 我打掉 为什么我讲打掉 因为它的肉啊 因为它的肉啊 太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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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一粒这么大块 然后呢这两个呢是什么 这两个是新推出的 叫做糯米肉 我还没有试过啦 所以呢 等下我会试吃给大家看 最后一样 也就是这里的这个 这个弹心蛋 这弹心蛋 听说里面非常的漂亮 等下我切给大家看 为什么它叫弹心 还有就是这里的饮料 弊点饮料 就是叫青草锡 这里的青草锡非常的特别 通常我们在外面喝的青草锡啊 那个青草通常呢 都是黑色的对不对 这里的青草锡 它是青色的 青草 可能它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青草就应该是青色 所以它们是青色的 还有哦 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它的那个锡 青草锡的那个锡 酥酥锡非常厚厚 自己看 而话不多说 我就试吃给大家看 现在呢我将会先试吃第一碗 就是我每一次浇的手工面 所以这一个肉呢 它不是叉烧哦 它这个是乳的猪肉 乳的猪肉 嗯 非常的棒 因为它有嚼劲 那个嚼劲很好 它看过去很像浇掉浇掉那种 可是它不是浇哦 下一个呢 它这边里面有的就是这个肉丸 它的肉丸就是属于 比较湿面的肉丸 OK 然后接下去就是它的重头戏 也就是它的这个 手工面 它有配这个 应该是黑醋吧 因为它有酸酸的感觉 然后有辣椒 这一碗呢 我自己是很常来这边吃啦 我今天非常推荐 然后来试吃给大家看看 非常的棒 它的那个面啊 它自己的这个手工面 就是那种 我们每次在巴萨吃的那个扁面 但是它非常的Q弹 然后它有那种酸酸 它的辣不是它不是那种辣 它是一种一点点的小辣的那种感觉罢了 所以有些人比较喜欢那种吃 咕咯面啊 还是吃干卜的时候啊 会倒那个白醋啊 差不多它的味道会是那一种的味道 它是酱油醋 好棒 OK so 接下去呢 就是吃我这个 我每次来必点的这个 算是点心啦 它这个烧麦我跟你讲 这么大粒啊 这么大粒 然后它里面的肉啊 很厚 厚厚 满满的馅料哦 我没有骗你们了 你们可以自己看得到 我每次来这边啊 当然这个烧麦我都可以吃三粒 它吃了是有那种满足感 很爽 嗯 我跟你讲啊 这边的搭配啊 非常好哦 有酸 然后有甜 然后又饱满 哇 完美 我跟你讲 你来这边叫啊 就是要像我这样子叫 一定就是很满足感 这个满足感 一定要有 然后接下去呢 就是试吃他们新推出的 这个叫做糯米肉 这个糯米肉哦 所以我来试一下啊 嗯 哦 我懂了 这糯米哦 它餐的肉啊 就是跟那个烧麦里面的肉是一样的 所以也是很好吃 但是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比较没有烧麦那么重 因为糯米嘛 糯米它有米在里面 所以呢 那个米可能就淡化了那些肉的味道 所以也是很好 就是它没有那么重啦 它的味道没有那么重 走接下去呢 就到这里 非常非常出名的 可是我 我自己不会吃那么辣 所以我可以试吃给大家看一下了 叫做东阳湖杆 一看过去那个外表 那个表层有没有看到会发光这样 那种辣辣的感觉在担救我的 我为了你们我牺牲我自己 试吃给大家看 来咯 哦呦 有看到吗 那个馅料我慢了啊 这个是 哦 鱼片 这鱼 这鱼肉啊 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它进去它很柔软 可是哦 开始有那种辣的感觉了 那个东阳辣的感觉 喜欢吃东阳的了 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这一碗 我先来喝它的汤头 最重要就是那个东阳的 这个汤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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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给你们喜欢吃东阳的人 可能不会辣啦 可是我的话 我一点点辣啊 我就会这样子的 哦 这个东阳它有参的那个 应该是 椰姜吧 椰姜的那个味道 哦 配上它这个面 它进去嘴巴的那个感觉 跟摇杆很Q 它那个面是Q的 它不是有些地方的鱼干啊 是硬的 可能煮不够久 还是什么 它这个鱼干呢 它是软的 它是那种Q弹的感觉 你也不能讲它软 因为它 摇下去它会有那种摇杆 它有那种QQ的感觉 所以这一碗呢 我就 就不要再牺牲那么多啦 我就交给 交给这个摄影师吃 好 最后一碗呢 这个就是 招菜粉肝 就是这一间的招牌 它这里的搭配的馅料呢 有什么 也是一样的 鱼片跟肉丸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 你注意看 这个馅料是满的 满满的馅料 有没有看到这个鱼片 会多吗 后来 这个招菜粉肝呢 最重要的也是它的糖头 哇 哇 够酸 真的 很酸 然后很开胃的那种酸 哇 这个好耶 这个可以 这个很可以 第一次吃 我第一次吃 我第一次吃这间的 嚼是糖的 都是我第一次吃 我之前来都是吃它的手工面 因为我不敢 我看它的那个馅料 感觉都很辣 其实不是 它这边也是有不会辣的 也就是这个招菜的 或者是一些清淡的也是有 OK 好吃的 这也是好吃的 首先呢 然后介绍最后一样东西 也就是刚才 跟大家讲的这个糖心蛋 那糖心蛋呢 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 它的那个蛋白跟蛋黄都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Q 注意 我摇给大家看 你看 你看到吗 很Q 很多人很怕吃蛋黄 为什么呢 因为蛋黄很色 如果你煮得太久 它会那种色色的感觉 这个不会 这里的糖心蛋真的是很棒 然后你搭配起来 不管你搭配哪一碗 都是非常的搭配 所以四五的朋友们呢 你们还没有来吃过的 一定要在这里吃一下 因为这里真的是很多非常推荐的美食 点心都在这里 所以你们一定要在这边试吃一下 这一期的这个美食介绍就到这里了 所以请继续的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将会带给大家更多的美食介绍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我们继续吃咯 休息一下 próxima Jan